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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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甜甜的味道 我要香香的泡泡 不要嫌嫌的眼淚 我要星星都閃耀 我有情婚的梦想 穿越时空到处跑 衣服鞋子多得输不清 古装时装要陪套 笑一笑 跳一跳 快乐你还没烦恼 相遇了 新歌糟 没有什么大不了 笑一笑 跳一跳 快乐你还没逍遥 天晴了 空气中 都是成长的味道 一试 记得要在光线充足的地方 看电视 而且还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哦 好想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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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小小了 我也想吃哦 好想看哦 什么时候啊 好想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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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 有东西分吗 芭蕾舞剧演员大招募 身形不惧 不关我事啊 我没撞过你的 哇 老师好厉害呀 如果可以像赤子老师那样就好了 有没有同学知道老师刚才的表演和即将招募演员的芭蕾舞剧有什么关系呢 啊 我知道 思思 你知道就说给大家听吧 关系就是老师也一定喜欢吃烧鹅 其实老师是想告诉大家 演奏乐器和跳芭蕾舞一样 都是只要用心 勤奋 有无比的毅力就一定会成功的 《糊涂烧鹅》是一出经典的芭蕾舞剧 我想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大家应该去尝试一下 赤子老师 这个芭蕾舞剧是学校和电视台合办的 所以我和思思都会以电视台代表的身份拍一演出的 那除了思思和柔柔之外 还有谁有兴趣参加选拔呢 我们一直都有跳芭蕾舞 应该没问题的 我不会跳舞 但我演戏很厉害 我爸爸总是说我不想上学 装肚子痛 装得很像的 嗨 大家 好酷啊 能有多酷 还是我更厉害 看我的 看到了吧 那来 你不舒服呀 各位小朋友 做什么运动都要量力而为呀 不论怎么说 既然肯尝试已经是成功一半了 好了 老师要把报名表上交校无处了 我最后再问一次 还有谁想参加 我 跳芭蕾舞可是要很早起来练习的呦 去 我每天早上六点就起来吃鲍鱼了 你没看第一步啊 他怎么会去看呢 但是跳芭蕾舞 脚趾会弄得很痛很痛的 我不怕 我的脚趾可是长得又胖又大 有这么多肉我不怕的 不过 在跳芭蕾舞的时候是绝对不可以吃鲍鱼的 那啦 为什么好像你不想让肥菌主去参加呢 你不明白的 肥菌主 你也过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去 这鲍鱼更有意思 不过这个真的很好玩嘛 他为什么不愿意和我们一起玩呢 你什么时候见过肥菌主玩这些呀 况且 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喜欢跳来跳去的 他一向都不喜欢运动 上体育课的时候也老是躲起来 他根本就不喜欢动 不是啊 我看他的嘴巴经常动的 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报名参加 芭蕾舞剧的演员选拔 我知道 一定是讲评里有暴雨 娜兰 你那么认真在看什么呀 你们有所不知 其实这个是他的心结 心结 简单而言 应该说出演芭蕾舞剧是肥菌主儿时的梦想 芭蕾舞剧小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机会做芭蕾舞剧的小主角 不过 可能是太兴奋了 表演前一晚 他从床上滚了下来 腿骨折了 不能去表演 皇上校长为了哄妹妹开心 就请她吃了一只鲍鱼 从那天开始 肥菌主就爱上了鲍鱼 请问 不是在说跳芭蕾舞吗 怎么说到鲍鱼了 原来他那么喜欢跳舞啊 他那么喜欢跳舞 为什么后来就不跳了呢 自从吃了第一只鲍鱼开始 肥菌主就开始变胖 而平时招募的芭蕾舞演员 一半都要求身材 我猜他是想着难得这次说好身形不均 所以他才鼓起勇气 参加选拔 希望可以完成他小时候的心愿 哦 原来是这样 但是 为什么好像你不是很想让肥菌主参加呢 因为我怕他这次又要失望啊 慕兰 我真的没想到你对朋友也挺细心的嘛 你现在才知道吗 是啊是啊 没有饭吃 难道是我看错时间了 我真糊涂 晚上不煮饭 大家都没有饭吃 为什么 你偷懒 不是 我没有啊 是我叫东姑不要煮饭的 为什么呀 黄奶奶 因为你肥姑姑要参加选拔 我们也一起结识 一家人嘛 怎么样都要支持一下她的 好 我们开始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 这些运动不是很简单的吗 三四四 二三四 这些只是热身哦 难道你不知道跳芭蕾舞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当然就是拉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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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终极拉筋动作 一字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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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辛苦就不要做了 嗯 不可以放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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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梦想的眼泪啊 嗯 金银透亮 好像天上的星星啊 嗯 不用看 我来帮你 不行 我再继续 加油啊 加油 哦 加油 哎呀 一点 一 嗯 黄妹妹 你看看 嗯 一字马 啊 哇 哈哈 哈哈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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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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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的 啊 拜托您了 麻辣嬷嬷 这件是芭蕾舞剧团里 最大马的舞衣了 衣服的马数这么小 人那么大 怎么可能穿得下呀 也对呀 嗯 嗯 嗯 肥君主不也一样 能做到一字马吗 Nothing is impossible 就算我可以 也要浪费我很多心思 和精力的 那不就是你可以了 嗯 太多你了 麻辣嬷嬷 哎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上去那么凶 却老是容易心乱 完成了 啊 好合身呀 麻辣嬷嬷 真的好厉害啊 是啊 真不愧是皇宫里面 运用财富兮的后代呀 转过来看看 是不是很好看呢 是好看 可 总觉得哪里不对啊 嗯 请问 是那只烧鹅 那只糊涂烧鹅不见了 肥菌主太胖 撑的那只烧鹅不像鹅了 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能参加选拔 能跳舞就行了 可以参加表演是我的梦想 我不想失去这次表演的机会啊 请问 这件衣服是我们之前拿来的那一件衣服吗 总导演来了 这个好几个人 马上就开始了 柔柔 到肥菌主了吗 我是第十只 呼吐烧鹅 妈妈 你去哪里了 放心吧 肥菌主 我们帮你分析过了 你很有机会入选的 学 哼 我和思思分析过 刚才那么多人中 做得比较好的 除了你们三个男生 和六个女生之外 其他那些 不是打喷嚏就是跳错舞 这次要选十个演员 而肥菌主又是最后一个出场的 也就是说 只要你正常发挥 不摔跤 不打喷嚏 入选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真的吗 肥菌主 加油啊 我是第十只糊涂烧鹅 妈妈 你去哪里了 我要钻进山中找八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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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啊 ну 其实菲郡主 她真的跳得挺好的 她说的对白 记清楚 又没有打喷嚏 菲郡主她 一定会很珍惜这个机会 很用心表演的 拜托了 请你们给菲郡主 一次机会吧 你们两个对朋友真好 我莎莎真的很欣赏你们呢 我一耳灯也很欣赏 你朋友的毅力 但是 她被那个山洞卡住了 最后烧鹅 都钻不进山洞找妈妈 那不就是 达不到这部剧的要求了 山洞只是道具而已 可以用另一样东西代替的嘛 或者山洞可以改大一点啊 不可以 你们到底知不知道 这个是经典芭蕾舞剧 由十一世纪开始 一直演出到现在 主题是十只烧鹅 很糊涂地到处找妈妈 最后终于在山洞里 找到了妈妈 多么感动 多么震撼呢 怎么可以更改啊 没有说不要那个山洞 改大一点点而已嘛 总之 这个是经典剧 什么都不能改 对白不能改 无步不能改 道具不能改 连道具的尺寸 都绝对不能改啊 之前我的玉琢摘不下来 擦了点油在手上 后来玉琢就很容易摘下来了 哎呦 还是不行吗 试试用热帐冷缩的方法吧 热水袋和冰袋都齐了 可是还是不行啊 对啊 那我们到底应该热帐道具山洞 还是热帐肥郡主的腰呢 什么都不行 难道我出绝招了 你又想到他痒痒痒 你们怎么知道的 其实我想说 你们为什么不试一下 从上面把道具山洞拿下来呢 太好了 拿出来啦 肥郡主 你重获自由啦 你有没有开心点呀 肥郡主 失败乃成功之母 你不要那么不开心嘛 华伦 你的中文水平 有了很大进步哦 啊 really 不然这样吧 我把压碎钱都拿出来 请你吃鲍鱼吧 连鲍鱼也不吃 他真的很不开心 如果是我 我也会和他一样 他不开心 不想说话 不想逗 那我们就陪着他 什么都不做 什么 因为我们是朋友嘛 真的不想吃鲍鱼呀 连鲍鲍鱼也不吃 看来他真的是很不开心呢 如果是我 我也会和他一样的 既然他不开心 不想说话 不想动 那我们就陪着他 什么都不做 什么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嘛 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嘛 快点 快啊 现在心里好紧张啊 今天所有老师都会来看这个芭蕾舞剧呢 还有我很尊敬的黄阿爸呢 可惜肥郡主不来了 平时他是一定不会放弃去电视台的机会的 不知道肥郡主现在怎么样了 是不是还是很不开心 他一定是太伤心 所以不来了 其实 我宁愿把自己的角色让给肥郡主 等等我 肥郡主 你怎么会来的 今天你们都有参加表演 我当然要来捧你们的场了 尤其是你 你说过机会吃鲍鱼的 表演完一起去买啊 你真的没事了 你童年的心愿粉碎了呀 反正我已经尽力了 不行 那也是没有办法了 而且 你们都是我的朋友 你们上台表演 不就是代表我完成心愿了吗 要加油啊 看来你真的没事了呢 难道肥郡主病了吗 嗯 不要老是记着不开心的事 不然会变瘦的 哈哈哈哈 我看到皇上校长他们已经进场了 啊 皇阿爸来了 我头上的蝴蝶结都还没有绑好呢 我来帮你帮帮 肚子好饿呀 谁肚子饿呀 我请你吃鲍鱼吧 大家快点换衣服化妆 还有十五分钟就要开场了 哦 有没有搞错呀 还没换衣服 是不是不想做呀 你不做 有很多人想做的 你没事吧 你饿了吗 我有薯片 嗯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衣服破了个大洞 时间紧急去哪儿再找一件呀 总导演一会儿回来 肯定会把我的位置给别人 嗯 可以参加表演是我的梦想 我不想失去这次表演的机会 没关系 最重要的是能参加选拔 能跳舞就行了 可以参加表演是我的梦想 我不想失去这次表演的机会呀 嗯 反正 这件衣服我也用不着了 你用它把洞补好吧 嗯 但是 嗯 这件衣服是你很喜欢的呀 不然 你也不会随时待在身边了 我是喜欢这件衣服 但是现在 有人更需要它吗 那 拿去吧 谢谢你呀 肥郡主 嗯 嗯 哎呀 嗯 我自己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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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要开始了 哎 呵呵呵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们三个还在这儿干吗呢 又要出场了 快出去 还有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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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想想的泡泡 不要陷陷的眼泪 我要星星都闪耀 我有奇幻的梦想 穿越时空到处跑 一副鞋子多得输不清 古装时装要配套 我是第十只糊涂烧鹅呀 妈妈 你去哪里啦 我要钻进山洞找妈妈 我要钻进山洞找妈妈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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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你啦 妈妈 接下来有请皇上校长 上台说几句 各位一起演出的同学 恭喜你们 你们很出色 今天我和几位老师前来 除了亲自支持台上的同学外 更想支持台下的一位同学 人的一生 很多时候会身不由己 有些事 使我们付出了无数的努力 几经艰苦 却还是无法达成的 有一个人 虽然他完成不了自己的心愿 但是他肯努力 加上他有舍己为人的精神 很值得我们子殿学院的全体同学学习 我们给他点掌声 我为学校出那么多力 终于有人发现了 我们请他上台 一起再给他点掌声 肥郡主 你平时最喜欢出镜的呀 还不快得上去啊 太谢谢你了肥郡主 我终于可以完成梦想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梦想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梦想呢 好 新的一天随着清晨日出又来到 朋友们总说我爱笑 我又无虑自在没法闹 心太好好 哈 转眼间快长大了 哈 想念每个人的微笑 感情分了 比天高 千难万千我们都跨过了 多么骄傲 更香啊 故事里面了 味道哪个情意还到 手牵手别走飘 手牵手刀 唱起这首歌调 这个天使的河飘 的确又不是可爱的味道 总爱说说想想 旺财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旺财怎么在为民打架了 他说刚才经过公园 看到被一群陌生的动物占领了 有些动物像疯了一样 哥 为什么有那么多动物在家里 为什么有那么多动物在家里 我想收留他们 不可以 不批准 总之 我不想在家里看到他们